先演示一下加速攻击采集器如何连接陈安力自由器和浮油菌采样器 首先先演示一下如何连接浮油菌采样器 我们在出厂的时候 就是配一个加速攻击采集器的一个管子和浮油菌采集器的一个头 然后浮油菌采集器的管子 直接连接加速攻击采集器上面显示的 就是浮油菌采样器 连接到这一个比较粗的一个接头上 然后另外一头连接到采集器头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罩子直接罩到这个就是采集头上面去 直接是上面有一个密封圈直接是卡住的 然后在你在采集浮油菌的时候 把另外一头就是说采集那个浮油菌采样器那一头胶塞拔掉 因为你在采集的时候这边是出气的 然后这边连接浮油菌采集器的管子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主头 你把它拔掉 然后这边空压机的管子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空压机一开 把这个流量调到100升偏高一点点 因为你的浮油菌采集器是那个100升的嘛 然后你需要把它调到100升偏高一点点 为什么要调到偏高一点点 就是我们要保持镇压就可以 同样的其实浮油菌采集器是一样的 然后连接到采安粒子的这个接头上就可以 然后这个口让它空着 就是待会它做排气用 然后浮油菌采集器呢 如果你是28.3升的 你就调到28.3升偏高一点点 这上面有刻度 如果是50升的 调到50升偏高一点 如果是100升的 调到100升偏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基本上就是采集器的连接就是这样 可以